大家好 又是我PuKi和大家做這個開箱 這次有一個隱形富豪拿一雙鞋給我們開箱 這雙鞋其實也是當地之後的一發 中國沒有一發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購物袋就在Soul Palace 其實是一間魔鞋店 位於美國 這次的這個聯名其實是十分之有故事 在它的背後是一個美麗動人的故事 事關於一位老師已經有些少年紀 但是他很喜歡球鞋 也是經常教學生Jordan的精神 去鼓勵他們 但是有一天這個老師的故事給你一間鞋店 知道了這個鞋店Soul Palace就跟Jordan明說了 完成了這次的合作 其實我自己也是在買鞋買了很多年 也希望媽媽可以幫助我完成這個聯名的夢想 這次的鞋盒其實是十分有誠意的 大家可以看到整個鞋盒是鐵皮盒 其實這個靈感應該就是原因 大家如果家裡有老人家都會知道 其實老人家都會喜歡一些餅乾盒 那些月餅盒拿去裝一些東西 所以這個靈感應該是由此而來 其實照顧大家那隻背後 大家已經買開了 為何也知道後面 其實有一些設置 這個設置 它上面也有這個老師 Gina的一個人像 有一個Soul Palace的一個Logo在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這次為何它是十分之有誠意呢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其實有很多Logo Soul Palace或者這個Nike是印上去的 除了這個Soul Palace還有一個Jumman 還有一些老闆 其實對於這張卡是非常熟悉的 那一張幅黑卡 上面有一些OG的顏色在上面 一個配色 在背面就是Gina SP其實是Soul Palace Gina Fly School 那其實教學生呢 它是真的肯定的 那其實裡面也是一張 Gina的一個人像貼紙 那防塵紙呢 其實也是特別打造的 上面有一個Jumman的Logo 和一個Gina的人像 那最重要的是 上面有一個類似於 教學生寫一些字的一個圖像 在上面 其實它在衣服上 其實也是有的 這次也是有一個配套的衣服 那跟大家說一下這雙鞋 這雙鞋其實也是用上 它Gina最喜歡的一個材質 其實這些亮珠片 閃亮亮的感覺 其實這個是一個銀色的亮珠片 那在後肘的這個位置 其實會用一些黑色的 那在陽光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相片 其實是非常光光的 還有這個釣牌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蘋果 上面一個Jumman 那蘋果的這個靈感 是來自於它說 那些學生其實每天的桌子上面 都會放一個蘋果 而不是那些學生都用蘋果 那在後面其實也有一個SP 就是Sue Palace的一個Logo 那這雙鞋 它的人像 就是這個Gina的靈感 其實它就在這個鞋面的一個裡面 所以在鞋的表面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認識的話 你看到這個鞋面 就已經知道 這一雙是一個聯名的鞋款 那其實我覺得這雙鞋 你說的配色 確實是沒有很吸引人 但是它的背後的故事 其實鼓勵了不少人 只要你堅持去一間鞋店買鞋 又或者你是一個老師 再去堅持一個鞋店買鞋 你就有可能聯名了 事不宜遲 今次這雙鞋是沒有上腳的 因為要還回鞋給一個褲號